這比較小不知道有沒有大樹 好這個是白鳥 白鳥 這個白鳥呢代表也是我們這個 森林比較屬於那個 仙驅的 仙驅但他這個狀況跟 什麼 白寶子或 野童血童這不太一樣 白寶子跟野童血童那個是 很容易在仙驅的環境出現 這個是在什麼我們講一個 成熟林有沒有 成熟林一定會有樹死掉嘛 樹死掉之後就會有所謂的掩屜出現 那掩屜之後他就會有一些仙驅的長進來 那 這個白鳥是屬於比較這種環境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還是 成熟林的物種但是他在成熟林掩屜階段 算是仙驅的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算是仙驅我們還是有不同的情況 所以如果一個 破壞很徹底的地方 白鳥就不會出現了 白鳥不會出現 但是如果 這個地方破壞還算輕微的話 他有機會 往成熟林恢復的 白鳥他會在這個環境出現 這樣子 啊這個植物怎麼認 他其實 屋舊大家都知道嘛 他屋舊差異就是 這個葉子包現在有點歪 他沒有很正 他應該是比較正常的正圓形 這個長歪了 可能這邊畸形 正圓形的 屋舊的話是菱形葉 菱形葉 啊這個不是這個是橢圓形葉這樣子 橢圓形葉 這個這個也 也沒有那麼典型 也長不好 主要是跟屋舊插在這邊 然後這兩類的 都特徵就是他葉餅很長 然後在這個 葉餅跟葉深交界處有那個限點 突起的限點 大家可以近觀 往 比較近觀察 不管是屋舊還是白舊都有那個限點 只是屋舊白舊就是一個要看 看這個 橢圓的話是 白舊 那菱形葉是屋舊 白舊 就這樣 白舊不用白舊一定是天然的 真的嗎 沒有中 沒有人在中 屋舊有人在中 那個火岩山那個步道旁邊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 他那個就是成熟嶺有沒有 成熟嶺給他開了一條步道 步道以後 他這個步道他比較開闊嘛 白舊就會在那個地方漲 所以他就沿著那個步道邊漲 然後你注意一下他有小顆的 對不對 我都以為是人種 不是不是不是 他好種的那麼短期 看起來 對對對 因為那個 先驅樹種會有這個特徵 就是你有時候會覺得他好像是人種的 但是我們可以去看 出來看一下 他的背景 因為白舊就是 原意沒有在栽培 那屋舊就會有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地域 看到某些地方屋舊 他確實很整齊那個是人種 白舊就完全不會 你可以放心 而且他有他在就表示這個森林 也不是我 所以你可以搭配什麼 蝌蚪蝌的也有 對不對 然後有 有這個白舊 然後剛剛有烏來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 其實可以看到這一邊 這森林就相對要好很多 好多 好多 好多多